门徒训练是使基督信徒成为基督门徒的过程 他们不仅知道耶稣的名字 而且如同朋友搬去亲自认识耶稣 基督的门徒有信心 知道他们的救恩在基督耶稣里是稳固的 做门徒意味着要时刻准备将耶稣的爱带给别人 马太福音28章19节和28章20节的第一部分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们不仅是基督的相信者 而且是基督的追随者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重生 还需要成圣才能成为基督的门徒 实属上帝的子民完全成熟正在引导基督徒生命的转变 这是心灵生活的成长经历 从喝灵奶到吃灵粮 从与兄弟姐妹在一起祈祷和团契 使得灵命一同成长 上帝选民的成熟是要 取悦我们的上帝 了解真理 努力工作 明白上帝的旨意 传扬福音 有上帝国度的远景 能自我控制 爱上帝和爱人 上帝选民的成熟 并且不要 取悦人们 追求自己的欲望 只求上帝的祝福 从地上的国度中寻求享乐 心中无神和目中无人 从根本上说 成熟不仅仅是注重我们自己的欲望 我们还将关心他人的感受和福利 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接受门徒训练 以表明我们对耶稣的真爱 我们作为门徒是对真神负责 而我们的神将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教育我们并且保护我们 上帝不是在寻找舞台表演者 上帝是在寻找门徒 门徒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敬拜上帝 遵守上帝的旨意 并且服侍上帝 以拯救失去的灵魂 上帝是陶瓷工 我们是黏土 我们可以允许上帝来塑造我们 并磨炼我们吗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 我也为此劳苦 照住他在我里面运用的 大能尽心竭力 耶稣使用四亿步骤来训练他的门徒 探索 Explore 经验 Experience 装备 Equip 和互动 Engage 一 耶稣呼召低下的人去探索他 每个人都有资格 二 根据自己的经验亲自培训他们 人际的关系 三 装备门徒之路是很漫长的 连续的过程 四 与他人互动使人延长他们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没有心灵思想的教育就根本不算是教育 我们不仅要了解上帝的计划 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执行上帝的计划 做门徒需要有决心走耶稣的道路 宣扬上帝的真理 并有永生的盼望 当我们在这条狭窄的道路上行走时 若我们一直向后望就无法往前走 成熟的上帝孩子将具有以下的感觉 感觉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 感觉到对上帝的祈祷是很重要 感觉到神的话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感觉到需要对上帝的恩典有感恩的心 感觉到在我们心中有神的国度存在 感觉到在我们周围有上帝的保护 门徒训练不光是周日的活动 而是日常每天的承诺 门徒训练需要每个信徒的尽心 尽兴 尽意和尽力 门徒训练就要像基督一样 他们的身体 思想和心灵受到训练 才能成长出圣灵的果子 门徒训练必须更加针对 为个人训练 这是个人问题 不能按阻别来衡量 门徒训练需要圣灵的能力 了解上帝的真理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 门徒不能一只脚踏上上帝的国度 而另一只脚踏在地上的国度 我们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和侍奉金钱 我们既是门徒 也是主殿中的门徒训练者 使徒保罗训练提摩泰 提摩泰又训练其他门徒 又一直继续下去 而且所有的训练材料都是来自我们的上帝 谦卑是真正门徒的标志 他们将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培养其他的基督徒 我们需要成为其他基督徒的属灵伙伴 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用上帝的话语来增加知识和智慧 耶稣的大使命是派遣传教士进入城市和国家之外的宣教工厂里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门徒 教会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圈是他们在本地的宣教领域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如果我们可以跪在上帝面前 那么我们就可以站在任何人的面前 面对任何的事情 成熟的门徒是基督教会的骨干 教会有时会经历病毒大流行 宗教迫害 财政困难和动荡不安的问题 真正的门徒是第一个会重新投入 恢复活力并重建教会和我们信仰的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